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在我们伟大祖国迎新之际 我不仅想起了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想起的庄严宣告 兄弟们,政华,年兵更活跪 政养人民中国,今年成立了 25年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抱病参加了1974年10月1日的国庆招待会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25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人秀毛泽东主席 向全世界壮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2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党下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上面,我请向小平同志讲话 大家大声欢迎 同志们好 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 参加这个活动 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全国人民也感到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极容中有个色谎 不扑张浪费 我觉得以后这个活动 不要这么高 我还要感谢全党统治 接受了我退休的神情 香港我要退出一个新的黑心 就是江泽民同志为黑心的当中央 大家请江泽民同志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能来到世界著名的美国威士抗议 我是感到非常好 十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全国政业无尽总统 向全国国中人民 她是人类的作物 向这位来临的光临 她是中英的改业 每当我来到高等学生 和我们这个美国威士抗议 我就是想养子与养人 I want to sing some English I speak very poor English But I dare to sing This is very important 这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年轻人要不惯提高自己的这个英语 以及这个世界焦虑的时候 那么最后 我希望你们虽然在美国都是 当时还要始终兼子 三个代表者 为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最后还要感谢同志们 对我执政十三年来的支持 我的正式舞台将交给红顶岛总统 同志们 刚才 江泽民同志 给我们做了热情洋溢 语中心长的讲话 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们全党同志 我们全党同志 一定要牢记江总书记的教导 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为社会主义世界 建兵不省的工程 刚才啊 我还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谈 我们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 也达成了协议 我同时派出了文教导总统 到英国建条大学 进行演讲 那么 大家掌声欢迎 街上 尊敬的校长 老师 同学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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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下的大雪 天气弱海 但我的心 是热的 持续 每當看到年輕人,我就彷彿看到了未來和看到了希望。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用發展的眼光看了中文。 我身在這個組合,如老而有年輕。 殺手蛋的問題。 這種杯底的記憶,激擋不了中英兩個人民的友誼。 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是歷史的潮流,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 最後,將我們祝願此次晚為圓滿成功。謝謝。 謝謝。